观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我是周乐 在今天第一位嘉宾他是Charles Zhao 他是代表GMCC万通贷款 来给我们做一个宏观的贷款的分析 以及投资人如果要买资助屋 投资屋或者是换屋 或者是买second home的人 有一些锦囊妙计 有一些非常重要需要知道的一些事项 让我们来一起欢迎Charles Charles你好 周乐主持你好 观众朋友你们好 现在利息上涨已经大概半年多了 但是这个市场也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跌宕起伏 那据说在9月份的联储局 还是会抱着激进加息的态度 可是好像受到影响的是 conforming的loan的program 长得比较多 Jumbo的反而是你们的专业之一 program这么多 听起来Jumbo的rate 好像还是蛮不错的 那在这种环境之下 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 那您对于投资地产物业的人 有哪一些锦囊妙计 有哪一些建议呢 好 观众朋友你们好 这个谈不上锦囊妙计 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目前这个利息的话 这个市场 因为现在完全是靠这个市场这个data来走的 你出来什么样的这个经济指数 那么这个FED这个联邦主委会 他就做什么样的决定 那你讲老实话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要看这个data 那好像上个星期有这个non-fund payroll 这个31万5千 这个超过30万都已经相当好的 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的话呢 对这个10年债券的市场的话呢 也不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就push这个intry 这两天你看一下 30年全美国 average 30年利息又在涨 OK 这个几年 那么差不多跟6月 因为那个时候今年来讲 6月份那个涨是最高峰了 前一人差不多将近3.5了 现在今天好像是3.4 是非常接近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10年债券呢 这个我们mortgage贷款的利息 不是跟10年债券一比一走的 不过的话呢 它这个是趋向 方向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10年债券 现在往上升的话 那么这个贷款利息的话呢 也新也相应的会往上跑 OK 那么至于这个投资啊 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 我们接朋友啊 一些我们很多的这个贷款的经济 他们也有很多的buyer 他们就说哎呀 现在这个市场 这个房价 这个跌 会不会再跌啊 那我觉得这个通常来讲 都是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psychology啊 那么跟买股票一样的 股票的话涨的时候 大家都在买 好像去年的时候 大家都在抢房子 对不对 如果有人说 你不要买啊 这个房子可能 2022年会跌 可能没有人会听的了 对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你一跌的话呢 他就说哎呀 这个房子可能还会 会不会再跌 我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timing是很难掌握的 你要找一个很好的时机 你要说我要买股票 买房子是最低的时候买进来 这个很难了啊 那我觉得 对不可能的 对啊对啊 我们在节目之前 我跟这个周乐主持也讨论一下 就说如果你ready的话 你觉得你可以ready 可以买房子的话呢 我觉得就应该可以去买 因为什么这个里面有两个变数啊 你说利息现在剩了一倍 是不错了啊 但是如果你现在利息 还是2.5 3.0的时候 那个时候房价 你要去抢 抢房子你加个十几万 因为弯曲的房子都是 至少是一百多万了 这个是基本的这个entry level啊 加个十万二十万 这个一点不稀奇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话呢 是比较flexible 现在就是说 回到这个buy market 因为现在房子在市场上超过30天 却是涨了12% 这个就在市场上放30天的这个房子啊 这个是比较高了现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所以的话呢 你利息是涨 但是房价你不需要付那么高 跟去年来比的话啊 利息涨了一半 但是你房价的话呢 你可以少付20万30万 这个就回来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世界上no free lunch了 看就是说 差不多的时候你ready 那你就可以买 还有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过去十年房地产的这个增值率啊 就是说你可以看十年 二十年都可以 一直是往上跑的了 因为每一次有一些大的宽松政策 来这个帮助经济 刺激经济的话呢 有两个方面政府一定要做 一个的话呢 就是民家税 另外还有一个暗税 这个暗税是什么呢 就是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 只是说你的这个买的这个钱的这个 购买力是下降了 所以我房子涨了40% 其实表示说什么 你买房子这个钱呢 你的钱跌了40%了 所以说来讲的话呢 这个大家还是一句话 你有ready的话 你就可以买 像我们公司GMC是一样 我们有非常执着的这个贷款的计划 我们从我们一共有五种贷款的计划 你们都可以过来询问 还有相当一部分 你比方说我们有这个agency Friendly made Friendly made agency 还有这个jumbo 还有jumbo express 那如果你要很多客人 他说我要做不查收入 不查收入都可以 请打电话过来 我们公司的LO 他们非常的亲密 那在报纸上 在电台上 你们都常常可以看到 GMCC的这个loan officer 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 咨询 那么我们是在三十五个州在做 如果你们的希望在外州买 你比方说在夏威夷 你要买一个second home 都可以打电话过来给我们 我们jumbo loan的这个second home 相当attractive 可以打电话过来 跟我们咨询 是我们在节目中呢 已经看到贵公司在全美三十五州 都有分行 那夏威夷 Texas 还有在东岸的Boston DC Pennsylvania等等 Maryland等等的agent 都已经上来到电视现身说法 那你们已经扩大到全美的三十五个版图 你们还有计划 要继续扩展吗 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就比较一些州啊 比较有potential的 有市场需求的 比较大的 那我们一定会进去 特别是华人啊 如果是华人的话呢 我们华人的生意做的比较多 那华人的这个 比较我们一些文化啊 一些这个贷款的一些计划啊 华人都比较喜欢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看 有没有比较大的华人市场 我们一定会进去 对 对 现在如果说GMCC还没有进入这些州的话 那这些州原来的program是比较narrow的 现在你们带进去了这么多好的program 他们也可以帮他们当地的客户 或者是加州搬过去 或者是在那边买投资房的人 拿到更好的program 是这样的道理吗 对 因为我们是这样 我们每去一个州的话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open house 因为open house的话呢 很多的AO会来参加我们open house 来看一下我们公司 大部分的AO local的AO join我们GMCC 就是因为我们的利息非常之好 他们的话呢 去外州 你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州 这个Texas 另外你过去的话 我们一下子 很多的AO来join我们GMCC公司 所以来讲的话呢 这个利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节 是 好 不但是对消费者 对agent呢 他们也能更好的 跟他们的同行来compete 非常感谢Charles Charles今天是代表GMCC万通贷款 要贷款请找万通 下面就是Charles的电话号码 谢谢你 谢谢Charles 谢谢收了 谢谢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我们还有两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观众 观众朋友